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們用西葫蘆和金針菇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把金針菇 像這樣一朵一朵掰下來 掰成小朵 然後倒入溫水 把它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之後 控干水分備用 再燒一鍋開水 然後放入金針菇 焯水一分鐘 一分鐘就可以時間太長了 金針菇就不嫩了 然後撈出來過一下涼開水 然後再控干水分 裝入大碗中備用 再準備一到兩個西葫蘆 把它擦成細絲 像這樣就可以了 先放一盤備用 再準備一個紅椒去籽 然後切成紅椒絲 切好之後和西葫蘆放一起備用 再準備半頭大蒜切成蒜末 再把蒜末放在紅椒上面 再加一勺熟芝麻增香 鍋中多放點油 油溫燒至微熱 放入一把花椒 炸出香味 炸至花椒變色 再把花椒撈出來不要 然後把花椒油 連在蒜末上爆香 再加兩勺生抽 兩勺香醋 一勺鹽 一勺白糖提鮮 然後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一道簡單的小涼菜就做好了 這樣做的西葫蘆保留了原來的清脆和清甜 清脆爽口又開胃下飯 搭配上金蒸菇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